甲抗与甲减有什么区别 甲抗是甲状腺功能抗净的简称 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 所致的一组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是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甲状腺激素缺乏 肌体代谢能力下降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 甲抗食甲状腺合成的激素增加 引起人体代谢过强的一系列症状 如心慌、多食、易击 并败有明显的消瘦、怕热、多汗 一日内大便次数增多、乏力、手抖等 严重的不良的运发症 而严重时则不能握笔握快 眼睛发症、眼球突出、脾气急躁 部分会伴有低加血症 还可以出现周期性麻痹、下肢瘫痪 男性病人可以出现阳尾 女性则多有月经减少 甲减症状则正好相反 甲状腺激素水平不足 而导致肌体代谢过低 会出现浮肿、怕冷、试睡、不想吃饭、便秘 体重增加等 检查这一类疾病 主要的是通过查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浓度 和脑垂体分泌的醋甲状腺激素 释放激素的浓度 及甲状腺的射点131率 来作为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依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